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办公室的结构 所以一起到摩帖的一男一女 女的丢了工作 男的继续荣华富贵 所以我们永远要牺牲女人 成全男人的荣华富贵吗 而自由时报 自由时报对于所有他想修理的人 他想修理的事情 不在于公益 只在于私利吗 我手上有一个你看 这是民国81年的 自由时报的截图 上面的标题叫做 王建轩受中共欢迎 什么意思呢 因为那时候台湾土地暴涨 所以王建轩作为财政部长 他要推一个土地正义 居住正义的政策 结果被自由时报连续超过一个礼拜 炮轰最后王建轩下台了 年纪跟我一样长的人 都记得这件事情 所以让我们永远记得 媒体也是我们要监督的对象 今天跟我们一起打拳的 董哥 董志森 大家晚安 前监察委员叶耀鹏 大家好 实践大学副教授賴岳谦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郑诗诚 之前大家晚安 桃园市议员黄建平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钟小平 大家好 好 我们再回来回味一下罗志正 他今天出来面对媒体的时候 他是说了什么话 对于新闻媒体报道 有关跟私领域的事情 在这边表达最真诚的歉意 志正在昨天晚上 已经完整地向家人说明 事件的一个始末 也得到家人的信任跟谅解 没有什么谅解 就是信任我 信任你是没有做这件事情 还是认为你有做这件事情 信任我没有做这件事情 信任我没有做这个事情 到现在他 他从头到尾 他道什么歉 他有没有讲 他有没有承认 比起来吴玉生一开始就说 承认这个事情 没有错 我觉得这个是态度的问题 我们今天不是谈论 谈论任何八卦 首先 第二个 讲吴玉生 吴玉生 我说当年他做这种事情 对不对 完全错误 吴玉生就不用提了 对就不提他 可是问题是现在罗智政干这种事情 然后又把家人拿出来当垫背 说我完整交代 你两度跟着你的助理上摩帖 五天内 对五天内 七月六号跟七月十号 我说七月正是立法院最忙碌的时候 那时候为了这个为了为了前瞻条例 对真的 怪不得一推就倒 人家满脑子在用脑 你是某某冲脑 然后出来 然后这个就算了 Anyway 但是你后面那个态度 非常的令人作恶 你知道我们之前就传闻说 某某当然没有 我们没有证据 这个某某这个民进党 这个党籍权势到北京 也是做一些有的没的 被抓到了 我觉得这种事情 然后到回 联想到这样子 罗智政被抓到了 还可以公然说谎 我再强调你是公然说谎 到了摩帖 然后去干嘛 以前这个民进党被抓到俱乐部去 去干嘛 我去拿资料 去看discovery 你信吗 所以一周刊 其实有拍到照片 有录影带 已经证据确凿了 那他要不要出来解释一下 他出来今天应该是道歉 然后如果他不承认说 他没有 他不承认他做这个事情 他说他没有做的话 那他跟他的助理两度去摩帖 到底做什么 那现场记者也没有问 难不成你要 他不让现场记者问 今天这种这种状况 那记者那么乖就不问吗 是媒体监督政治人物 还是跟这种监督媒体 对民进党这些民意代表 就真的很宽容 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呢 今天在立法院我就听说 那些记者 他就不给记者问 他就走掉了 而且他本来还不发声明了 据说是这个在有人的劝说下 你就面对吧 早上他还发给这个媒体 他本来要那个上节目 后来取消那个那个上 上广播节目的通告之后 然后还那对方主持人 还跟他讲说 这个事情你要怎么办 这样子你做错了 那他也说他我知道 他会安抚他太太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几个人偷家 堪拖几个花 你不觉得选前的时候 打夫人牌 打太太牌 选后的时候就变成招康妻 法妻不见了 你通篇了这个 你看他那个声明 一百多字七行话 有没有提到你老婆 家人的这个谅解或怎么样 你有没有像人家周刊报道 写的巨细迷疑 集点那怎么样 你幕府一下 没有像阿基斯戴安全帽 你是戴口罩 这样想要变装 滑进那个 那个你的助理的这个车子里面 他现在还在还有脸在这个新北市的 大街小巷 挂那个看板 什么听说写什么新北好症 那个他的罗治症的症 对不对 那现在人家就下 下连对一句助理好症 那个长相很正的症 所以这种事情 我觉得他今天这样出来的态度 我看的是一个人政治人物 尤其是公众人物 民意代表 你出来 你不但没有那种责任感 而且你在秀你的道德感下线 我希望民众还有支持者 他的支持者 他的选民 不要有两套标准 以前你去检视所有的蓝绿 政治人物 偷信的也好 上摩帖的也好 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个艺人 等等之类的公众人物 上摩帖各种的这个 比如说看DVD 接受选民爆料 要不然就是说什么 到摩帖借房间 拉肚子上厕所 你跟你助理 不要说你哪怕你说 你跟你的助理是买了烧辣店的两个便当 然后没地方吃 所以跑进摩帖里面吃便当 哪怕你讲这句话也OK 你什么都没讲 然后就像说已经晨 已经谅解了怎么样 没有没有没有的事 然后说什么 太太都知道 可是你要想想看 周刊第一时间报道说 访问他太太 问他的回应 他太太那时候说 啊没有吧 怎么可能 是很震惊 还说我非常信任我的先生 他是一个很好 很棒的这个丈夫 如果发生这种事情 是很令人震惊的 接下来他就一直问 这个周刊的记者 详细的情况如何如何 我相信他老公 在今天周刊出刊之前 他今天早上六点多 就开始把一些相关的报道 传给一些他要取消行政的单位 在他昨天晚上讲的 绝对没有周刊讲的这么详细 你太太今天看到的 这些所有的照片 包括你变装 你这个还有这边 那个玉盖弥彰 戴着口罩 然后绕来绕去 怕人家跟奸你啊 这些 我觉得太太会很心痛 当罗志正跟他太太陈亮 也就唱雪中红的歌手 结婚的时候 他太太后来有讲 他说 他说都是民众在路上碰到 都是跟我要签名 结果后来 他太太隐身幕后 然后全力协助罗志正 他的事业 结果后来现在 在路上 民众都是跟罗志正要签名 他太太就甘心于 躲在先生的身影后面 作为先生事业上面的 一根栋梁 然后今天的结果是这样子 过去王世坚 带着助理小文去摩帖 然后说法是说 接受选民服务请托 陈仲摩是前大法官跟司法院的副院长 他说因为女方肚子痛要借厕所 所以要去摩帖 陈志忠因为召记 后来跟邱玉衍生了官司 最后法院认证 确实有这件事 有召记这个事情 然后李显荣 也是去摩帖 然后他说女方肚子痛 两人轮流在摩帖上厕所 而且共用一张卫生纸 然后现任的行政院院政务委员林万毅 当时是教授的时候 在2012年跟他的学生去开房间 然后理由是说两人讨论研究案 所以都必须要到摩帖去 然后李登辉办公室主任王彦均 被拍到跟女记者去摩帖 理由是 帮朋友写字传 然后2017年梁文杰是去酒店 然后勾辣妹 然后他的理由是说朋友实在太多 自己也是不得意 然后当然还有电视台的董座林昆海 也跟高雄市议员严晓卿上摩帖 然后他的回答是说 这都是道听途说不是事实 其实陈亮莹早就知情 我想跟内部跟你听 那个年副主任就是这个女生 他这个女朋友 那个本来的助理是他妹妹 罗智震的妹妹跟妹夫都是他办公室 因为斗把他斗走了 今天发一个声明 你们看他妹妹的脸书 说很可惜 我没有把这事挡下来 罗智震的妹妹说 没有挡下来 他们会出事这个事 早就知情 他妹妹跟妹夫一直在劝他 劝罗智震 不要再往来了 会出事的 所以妹妹妹夫家庭都讨论 变成舆论了 他太太怎么会不知道 第一件事 第二 地方上我听李婉玉讲 我先跟他通电话 陈亮莹多可怜 他很红 对不对 那时候罗智震什么都不是的时候 知名的歌手 只要陈亮莹到 最多一天唱八次八条雪中红 因为在夜市 看他很红嘛 那最红到雪中红就唱 为了帮老公拉票 就唱 只要李婉玉这些对手 碰到陈亮莹就离开 因为陈亮莹很红 在那种夜市的那种文化板桥 南亚南路 就不用不用跟他呛了 对对就走了就摸摸 因为搞不过他嘛 对对对 然后呢 这个事情 其实歪打正着 人生的名誉是谁害的 吴秉瑞害的 因为我跟你讲 这个这个年小姐 本来是他是新庄的里长 是吴秉瑞大庄角 市民代表加党代表 然后他就一苦恼的 吴秉瑞可能也宇诺他选议员 那他选的议员也没事了 可吴秉瑞临时去支持他 更支持叫何淑峰 现任的议员 所以就就不要他了 就政治上就把他抛弃了 他才从新庄到板桥 去投靠罗智政 如果盛竹如在的话 就是蓝色蜘蛛网 是命运的安排 这没有办法是 那板桥有个铁三角 想选市长叫做罗智政 然后呢 这个何博文想抢他的立委 这个黄俊泽的市议员 想抢市长牧主委 本来都讲好了 那这两个都哭了 那本来我讲的更好笑 本来到牧南就进去了 因为罗智政非常小气 那为什么一分钟转出来 我看是罗智政看到价钱太贵 三个小时两千五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张宏璐说的 为什么 张宏璐上一次选的时候 不是被我们江慧珍打败吗 罗智政 借他免费的那个总部 那张宏璐就很好心的借他一个总部 很够意思 借完总部 选输了嘛 选输以后 水电费到现在还没付 张宏璐看到人就干狗 你知道吗 说罗智政这小气鬼 水电费也不还给我 他就是很节俭 很小 很小气的人 然后李婉渝 为什么跟他结仇 李婉渝说民调非常高 他怕李婉渝选上最高票 当选板桥 跟他拼立委 他就修理李婉渝 他找个零水山 听都没听过的 竟然民调第一名 初选李婉渝最后一名 然后呢 选 那时候他是市场部主委 完了以后 他才记中记 连环记 他把李婉渝叫来 那时候他是主委 罗智政主导提名 他说你一定要去给我去登记 我们一定支持你 等等 他说为什么 你初选都搞我 他说你一定要登记 不然让 让那个美方 我们那个有美方议员 对不对 刘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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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九席 有两席的妇女保障 如果你不选的话 刘美方一票就当选了 所以你一定要选 他就去登记 一登记第二席就把他开除党籍了 所以他们 所以很多事情 他们恩怨是这样发生的 因为他胆子很大 记者都报庇他 不会追问 他说没有记者就放他一码 这就现在台湾 你是记者你在场 如果我是记者在场 我们会让他这样走出去吗 不会当然是 记者的天职是做什么 当然是追问 你到底有没有 他一直讲没有 所以他是一个说谎的人 他是一个大学政治系的系主任 当系主任 他把一些绿色的人 通通找去当教授副教授 所以那个学校的政治系 就变得非常利 这是他的贡献 他在新北市 只要是大维健挂他的扛棒 上面写台北好证就不会被拆 新北 就这样 你到那些所有的桥头去看 那些大维健都是台北好证 很不像话 但是我讲 你看他这种做法 他其实有恃无恐 有人称 他是蔡英文的爱将 文膽 是真正的文膽 对 所以他敢做 所以他不怕 他敢这样 他觉得这事情就过去了 对 就是过去了 我反正不讲 以后我就过去了 反正媒体是比较舔我们的 那我敢做这个 我现在就真的让媒体 这几天不要报答我 过一两个礼拜以后 我出来还是议委活龙 那你今天看到的 最让人家绝对不能接受 就是他的那种公开说谎 然后义父 我汉兰 我不理你 那你今天看到就是 我们这样的态度 好 那你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我请求一件事情 既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要把联务主任给开除呢 你跟他没有发生事情 对啊 对不对 你怎么把你那个助理给开除呢 不应该开除嘛 就是说他为你 被人家指指点点 受尽这么委屈 你们其实没有干什么事情嘛 所以你更应该把他留下来 他做主任 对不对 受尽那么多的委屈啊 那我讲这个天公地道吧 911那个动北条 动北条一条 歌你们听过 就是三个 其实动北条不是三个礼拜 这一次 李婉玉 江慧珍国民党代表 然后跟罗志正在板桥 选区选举 那个时候 黑寒都到了 他的对手 罗志正的对手 江慧珍 跟李婉玉的手上 这件事情 就这件事 其实早就在一起 地方上早就有传闻 地方上传闻就是 新书派的基层 黑寒 然后人地 时事务都很清楚 罗志正的都知道 只是那个时候 因为江慧珍 国民党很老实 江慧珍早 今天我跟江慧珍通电话 3D的节目 本来他要去 他不去就叫我去 我就去了 替国民党去打个仗 然后呢 他就很心软 不要搞人家这个 那李婉玉 那李婉玉以为江慧珍要 很均 以为江慧珍要出手 结果国民党也没出手 也就错过了 那一次就应该痛定失痛 如果不要再往来 也没事的 可是那次完以后 变本加厉 然后他的妹妹 罗志正的妹妹 罗志正的妹夫 然后也被他赶走 后来是以前李庆华的主任 他的妹夫 然后一开始是公共政策起冲突 因为他很把握 他也很能干 年小姐 那后来他信任到 奇怪怎么讲话很嚣张 信任到就把这两个都 亲妹妹 亲妹夫都被赶走 那赶走 他们也讲说 降下去会出事 也劝他 我们不做没关系 可是也希望保护罗志正 这是明日之星 没想到完全不肯改过 两年前给他机会过了 可他还要继续做 那是谁都救不了他了 这样子的政治人物 说谎没有关系 所以他可以继续享受荣华富贵 继续在立法院里面 前瞻厉害喔 前瞻喔 继续搞下去 所以今天被讽刺啊 前瞻出轨啊 整修摩帖好了 那个钱就要 晚上修摩帖 对啊 晚上修摩帖 让我想到这个蔡英文 曾经在今年的端午节 说了一句话说 哎呀 这个没有选举的时候 他都不知道民进党 这些立法委员要干什么 现在蔡英文 你知道答案了没有 要不要照顾这些 哦 这些小孩 一定国家没钱 一定国家没钱啊 对啊